欢迎收听coco早餐 你那同学江院长 我觉得他好像某种程度上 还是能说服马总统的 对可是这些计划太弱了 太弱了 你看连联合报 联合报是对马政府最有同情的 不是你不要这样 这联合报是最专业的 最专业 你看连他都说实话 不见大餐只见冷盘 我对马总统也很同情 可是我也觉得他没用 这个这些小菜 你说白了 而且你有一些主张还自相矛盾 对啊 比如说你要鼓励人家创业上柜 那你郑所说那个IPO 为什么不去掉呢 对 今天这个泰连 IPO这个是支付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夏天嘛 你补助热水器 你为什么不补助空调啊 你这头脑有问题啊 洗杂洗热水 补助计程车公车 你为什么不补助机车呢 对 这为什么呢 这个是 我觉得没有选举过 它下有一个特效药的效应 其实你知道我们GDP 这个起不来跟出口不正有关吗 那你要 民间消费 跟民间消费出口都有关 民间消费那个原因很复杂 我们讲过连淘宝网 这个都搞了那么多 这个几百亿的支出 那有钱人又不在台湾消费 像郭正亮这种 像邻家畅纵 还跑到北欧啊 德国去消费 都在台湾 郭正亮要多在上海 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现在不知道这要吃什么 因为现在毒淀粉让我最爱吃的 只好在家里吃 关东煮我都不敢吃 你不要走我累 你吃萝卜就好了 那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说民间消费的问题是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那种 其实平价的风潮是在的 那接下来就是你要提借出口 其实特效要是贬值 这个我们不太敢 对 当然因为我讲 就是说你的特效就是贬值 你要提借出口 那相对 而且这个不是将于化人决定 是喷坏篮 讲到重点了 8点12分25秒 马上回来 聪明 全球快递Go 8点16分12秒 一个国家的这个政策 影响我们老百姓 好了 我们在检讨这个 你今天那个联合报那个头条 对马总统来讲 挑战很大 说他说 他不是直接指示 是昨天江仪化 江仪化是很清楚的 说正所税 要快一点 对不对 江仪化我最喜欢他 上次骂外交部 可是骂半天 那个部长还在 大家可以去找 去年马英九跟陈冲 怎么说正所税 那江仪化现在全部否定 人做错事情只要改 那马英九 为什么不出来道个歉 那总统干嘛 一天到晚道歉 因为这是他坚持的 不用了 他是被属下蒙蔽 我跟你讲 连陈冲都不一定支持正所税 陈冲当然不支持 是啊 所以你马英九 我跟你讲 这个礼拜五 如果说你要让在野党愿意通过 就是马英九道个歉 大概就过了 那谁叫柯建明一讲 他就不会道歉 我问你 就是说 我觉得马总统最大问题 就是说 网络上的脸书 可不可以告诉他 你要检讨一下 当年是哪些 哪些怪咖叫你去做 这些伟大的公平正义的 这种措施 我觉得不是格源 是他自己 还有他旁边交的那些怪朋友 我觉得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吗 因为 因为我记得他当选的时候 他就一直把追求公平正义挂在嘴巴 就资本利得 他突然发现有个资本利得 他以前没注意的事 对 没有错 对不对 那也是 那谁告诉他的 事实上他奢侈税也失败 都失败 所以他对于台湾的经济的体质 跟生态是完全不了解 历史也不知道 其实把李树德换掉就是错的 其实李树德收税收的还挺好的 李树德没有张胜和熟了 不是 问题是李树德是被谁骂吗 想到那个人没有 叫杨志良的了 没有错了 没有错了 杨志良也不懂这个 那个一个自取为左派的 这个 左什么派又什么派 把人民生活搞好就好 但是我们现在要 这个不要让这个 郭正良转移话题 我们要回到那个民进党了 你们干嘛还有这个 你先把那个 那个你们的秘密讲清楚 这个更重要 这个 大家都活不下去了 活得下去 只是少吃点东西 现在活不下去 是因为毒淀粉太多了 大家就回家 你不要喝珍珠奶茶 我永远反对喝珍珠奶茶 你女儿现在读国中 对不对 千万不要喝那个珍珠奶茶 不吃珍珠奶茶 我现在 因为我最喜欢吃馒头 你知道吗 馒头 那你就叫你老婆 买面粉回家自己做 我小时候会做馒头 我这样 馒头里也有 哦 毒淀粉 QQ 通通都有啊 就是如果真的要饭 可能都有啊 吐司里有没有 理论上都可能有啊 那你就回家吃白米饭就好了 还好我不是特别爱吃肉丸 我后来就更 我根本不吃那些东西 哎呀 别说了 真的是这个 我们的FDA就说 食品卫生局也要这个加油 因为卫生署光成立FDA 没多久嘛 对不对 好了 这个可是民进党的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还外销到很多东南亚国家你知道 对对 新加坡跟印尼趁机会把我们打一顿 反正那些国家也喜欢打我们 我觉得最最善良的是大陆 大陆可能自己本来就有 对 所以他通常他都反应还比较慢一点 他不会笑 说哎呀 你们说我们大陆这个东西不能吃 因为大陆是连呼吸的都很难嘛 上次发生那个说话剂的时候 对啊 那我有一次是去广东吧 嗯 然后其中有一个场就在大陆 哈哈 对不好意思 对不对 哦 哦 好啦我们回过台讲民进党今天的主题 我请问你那个陈水扁入党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一个奇怪的过程 他现在到底入党了没啊 没有 因为什么附件还没交 不是这样啦 就是说这个牵涉到我们连政会啊 所做的那个决议怎么认知啦 一审 因为当初的认知是说他自行退党 嗯 那因为有人就坚持说连政会 那个时候有做一个说明嘛 说嗜同除名 嗯 那除名就是开除党籍的意思啊 对啊 那等于就是说如果嗜同除名 就要受五年条款的限制 哦 五年以内不可以 对那他今年十月六号才到期 哦 今年啊 那如果说如果嗜同除名这句话 不做不做理解的话 那就变成他可以从台北市党部申请入党 请问你他这一波他要回民进党申请 呃成为民进党员是谁发动的 为什么要发动 我觉得不一定是阿扁自己啦 也许他寻求温暖的倒是有 确实是陈长山吗 心理上心理上 可能是陈志军 我觉得是一群 讨论出来 一群阿扁们啊 OK 然后 然后 其实陈志军问题还比他大 对啊 因为陈志军当时是不是 他是参选啊 嗯 他是脱党而且参选啊 对啊 参选我们是一定开除党机 对啊 所以陈志军事实上要回来民进党是不可能的 嗯 他一定要脱过五年 哦 选市议员那一次 呃对对对 选选立委那一次 哦选立委那一次 选立委那一次 OK哦 那一次才被开除的啊 他自己退党 他本来是自己 可是因为他参选 因为他参选 哦 那陈志军并没有这问题 嗯 他是在总统任天发生那些事嘛 嗯 然后他就自己退党 啊 他就说做了对不起国人的事嘛 然后他就自己退党 啊 所以他那个情况就比较特殊 因为民进党确实有自己退党 然后没有被除名的情况 OK好 发生过 那现在你在情势 大家在情感上想让他回去 嗯 让他 应该是说很不容易拒绝 没有政治阴谋吗 我我倒不认为说 阿扁想要发展政治势力啦 嗯 而是那一群人想要自己集结啦 OK 然后用这样来对比自己跟别人 那为什么那个柯建民要帮他那么多忙呢 其实柯建民也没有连署啊 我有四个立委没有连署你知道吧 哦 我知道柯建民他因为是当事人嘛 四个人不是陈明文 柯建民 然后段银康跟田秋静 啊 田秋静 对 段银康田秋静是新潮流的 对对对 陈明文为什么陈明文 陈明文他有说他要补补登记 对啊 因为他出国了 因为陈水扁呢 提拔陈明文 策反 陈明文本来就会连署了 一手把他拉来的 那现在到目前的程序是什么 目前的程序是 如果 反应不好 如果没有士同除名的话 嗯 那他现在就可以从台北市党部申请入党 可是人家不是说一审定罪就要除名吗 那所以 不是不是那个是党公职 哦 他所以是党员 这个是普通党员 普通党员只有限制什么组织犯罪啦 毒品啊 只有那些 那你认为民进党把他接纳回去对民进党好吗 我觉得如果只是普通党员啦 然后没有发展成一个政治势力啊 或者说他自己没有变成实质的领袖啦 嗯 那我觉得还好 他不可能不发展成政治势力啊 不可能不被拱成领袖啊 这个你不要 你不要立即推论到这里 其实他已经完全无异于这个啊 哦 大家不相信哦 对 我知道 我知道很多人不相信 哦 可是 我觉得他那个心理状态就是觉得大家都不给他温暖 嗯 所以他想要回到一个大家庭 我就就就觉得只有这样而已 可是当然 推动的人不一定这样想 哦 这个我同意啦 哦 推动的人因为明年要初选嘛 那那党内这个的头头的不同的想法 我们怎么解读 蔡英文态度非常明确是要争取中间选民嘛 那苏贞昌呢 谢长廷呢 这现在其实党内就这三大咖嘛 其实小英讲话也讲得很隐晦啦 他就说阿扁应该多做一点 那多做一点就是表示说 你总要争取社会谅解 对 那社会谅解当然意愿意识就包括两个 一个是认错道歉 嗯 一个是你对你的家族哦 嗯 要做一点管理吧 哈哈哈哈 就不要这样乱搞了 可是就是说他 到现在陈信云还在来 他没有讲那么白啦 没有讲那么白啦 嗯 我觉得陈信云那个还可以理解啦 因为他跟赵建民本来两个人是双心 嗯 我倒觉得是贬少啊 嗯 吴淑贞 大概没有人否定他真的去贪污吧 嗯嗯嗯 那吴淑贞总要有人出来批判他 或者他自己就要出来忏悔吧 嗯嗯 那你这个事情都没有做的时候 你陈志忠在那边鬼叫什么 嗯嗯 这个就令人他看了看不下去嘛 对 那可是蔡英文为什么敢这样说呢 因为党内的他不是陈昭志也把他骂的半死啊 这个极端的一边一国派就把蔡英文这个批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 这个就是考验领导人 你觉得是考验领导人的良心 还是考验他计算这个未来选举的这个方向 这个政治人物是区分区分不了的 哎呦 跟正亮这个沟通这个好玩的地方 不是因为你这个不能说是哪一边嘛 他两个可能都有啦 可是他也感受到社会的气氛 我问你啊 总统候选人啊 你们党内现在的规定将来的出现还是全民调 我觉得已经笃定是蔡英文了啦 因为他全民调 民调长期领先15%以上 对而且是两倍 对而且对而且你要知道 就是说蔡英文他讲话蛮周延的 他不容易犯大错 那现在的再任是苏仁昌 那我认为其实蔡英文这次发言 其实是针对2016年 他这个就是他他已经领悟到中间选民的重要性了 因为你可以想象到到时候国民党一定还是用扁娃娃当文学嘛 对啊对啊 就俄罗斯娃娃那个广告 可是你戴着民进党的头 这个帽子放在你头上你就黏在一起啦 所以他必须做适度的表白吗 这是这一次蔡英文的 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机会 其实这种事发生事件都是政治人物的机会 那那好蔡英文呢总算还算小优点 至少他身边的智囊幕僚啊 还有点好的建议 那苏贞昌为什么要一脚就 因为他要选党主席 其实我跟你讲 眼睛看着2016的是全民调 眼睛看着2014的是党员投票的党主席选举 所以他这个苏贞他的意思就是说 头过升过先把党主席这个位置给抢下来 我是觉得他毫无机会了 2016毫无机会 那2014他要党主席干嘛呢 他总要有something to do啊 那现在有人跟他抢吗 可能是谢阳婷吧 哦 所以谢阳婷对于这个事情也没有表态嘛 谢阳婷就是根本就躲起来了吗 不因为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你看我们所有的立委 为什么大部分都连署呢 因为就是不想得罪人嘛 但是也不公开评论 不公开 你如果说说平反 如果说看你的用语啦 那很多人就评估过认为说 其实阿扁要重新回来民进党 如果合法 合服党规啦 那其实也很难去拒绝啦 就做一个普通党员吧 其实普通党员对你们伤害也太大了吧 第一时间有冲击啦 时间拉长就还好 因为他拉长到了选举的时候 时间就浓缩了 不不就说他有没有成为政治领导人啊 所以我说这个是关键 只要他民进党上那个 那个俄罗斯娃娃就可以排一百个 成为党员还好了 OK 那所以游锡坤现在比较不重要啊 可是游锡坤要选新北市 这个好像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呀 对可是他他可能不好意思去登记吧 不会啊我那天问到碰到你们新北市的很重要的人啊 那么说他还是想选啊 对他想选 可是他 现在是全民调是吧 对因为有人想要选嘛 目前听到好几位啦 那因为一定有人会登记 那只要有人登记就不能征召 OK 那不能征召 对不起你要自己去登记 然后要民调 你一比一比你如果太低的话 就更 他会不好意思啦 OK 会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好 这一次是陈水扁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你们的全民调是要解决黑道入党啊 人头党员的问题 对对对 我觉得民进党真的是一个非常弹性的政党耶 反应很快 其实 要当国民党的话 其实五个党主席当初参选的时候 都说要恢复党员投票 真的吗 然后最后就一年以后骗人 翻过来也没人骂他 没有因为黑道入党事件是突然的嘛 那人头党员 那以后人头党员不值钱了吗 可是在党主席选举的时候 人头党员 他现在讲了一个名词啦 叫党公职分流啦 就是党员就选党职 那公职因为坦白讲 就是因为选爸爸 把党内初选纳入会选 那因为我们的党内初选 坦白讲投票所就几个地方而已 所以一定会有人用计程车去载人 所以那这个就是四同会选 所以就是公职就是全民调 那党职你们就还在内部搞人头党员 你也不要这样讲 还是有很多自主的党员 以后不分区委员是怎么出现的 我跟你讲 如果只能选党职啊 那人头党员也会大量减少 人头党员大户就不了不起了 因为诱因就变低了嘛 做党职也蛮拽的啊 做党职你们有中品位 还去性侵人家的女儿 你少来啊 那个案啊 那个犯的个人的错就抓啊 我只是举例啊 头办头条又怎么办呢 那跟党职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吗 那你赶快除名 赶快开除啊 开除都没 会两回处理啊 在调查吧 两天了还没处理 你要查明事实吧 好恶心哦 真是奇怪 OK好 这个正亮吧 我们好好分析完了 我又不是马亦总统的人 你跟我这个回呛 这个是错误的 马上回来了 正亮在现场 8点33分12秒 我是周宇寇 又到了礼拜三 郭正亮教授 打全球快递购 好刚才这个 非常谢谢正亮兄 告诉我们民进党 这一阵子以来的变化 那其实民进党这个党啊 在某些这个实际的这种 厉害的压迫下 他对这个党的 弹性很大 对对对对 弹性很大 比方黑道入党这件事情 炒半天啊 伤害很大 立刻就两年以后才可以投票 对对 所以现在 还有全民调 所以现在加入党的这些人 花了一些钱的人都白搭了 没错 而且改成全民调会有很多党费不交 那以后你们党不就到了选举 现在还是要交啊 因为是旧的党员 没有只能够投党职啊 就明年选举 对啊 所以对那些比如说选七合一基层议员或明代的啊 就是那党费党费就不用交了 拿了钞票 想要用人头党员 这个 因为本来以为有百分之三十嘛 那其实全民调一个坏处啊 全民调坏处就是说那个知名度高的比较 其实扣扣我跟你讲啊 全民调也是很容易被误导的 对啊 因为有很多人并没有登记中华电信的电话簿 你知道吧 你们以前那个 苏生汉跟蔡英文那一次不就是说什么蔡妈妈啊 什么的 那个都是选举过程中的手段 我在说基础资料 对 基础资料有一些人是没有登记的 而且你们现在不敢排蓝对不对 那蓝英的人就 那个其实影响不大 不大 其实没有人那么无聊啦 OK 因为那是水机的 那国民党坦白讲 如果说真的要去动员蓝的支持抹人 这个讯息一定会传出来 OK 因为台湾是个透明社会 所以还是 那国民党这样会伤到自己吗 全民调公不公平吗 不因为第一个就是很多人没有登记 那那些人搞不好很多都是中间选民 听说他们现在民调也有打那个手机啊 没有吗 没有没有没有 那就不公平 那还有第二个 有些人组织比较强嘛 他就会叫你伪造 说我是25岁以下 因为他有家权 他有家权 如果找到我的话 我就假装我声音很年轻 因为没有人知道啊 因为你又不用讲你的名字 对不对 那又像扣扣那么会骗人的就会说我25岁以下 我被骗人是我因为谈恋爱的谈多了就知道怎么骗男朋友 我只有这个本事啊 所以这里面事实上夹带的是组织力量啊 OK 那甚至还有比如说有一些人 事实上有几个世界电话线被抓到了 啊是啊对对对 因为他在那个民调之前就搞好多中华电视 对对对对对 那接到公司啊 接到某人家里啊 原来这个反正上有对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都有对策的 都看未来的发展 不过明年因为太多了啊 而且你去想一想啊 如果是选一个比如说乡镇明代啊 或者现议员 那选区很小哎 对很容易就多增 那电话没几个 增加100条500条就行了 对那你去想 实际上的所有的电话 大概我们随便乱讲好了 比如假设只有一万只 哦他搞个一千只就影响百分之十了 没有错哎这个很好玩 所以我们将来要看 对那国民党还是三七分吗 就是国民党其实上次也改成全民调 哦他是地方的那个 那上次是直辖市议员的立委 对那总统还是 这次不确定 这次国民党还没有宣布办法 那是他因为他们我们的那个 党主席还没选举啊 七月对了 不过国民党因为他党员的基数大 哦很难 而且国民党有黄复兴党部 大概占了将近百分之三十 所以国民党跟民党是不一样的 听众朋友应该知道 就是说为什么国民党没有这个 人头党员的大的问题 是因为他是党员多 够多 够多 OK 七月党主席选举啊 我到那个地方去啊 碰到的党员同志们 现在大家都说请 马主席做党主席 哦真的吗 请他操盘2014 改口了吗 没有2014如果输了 叫他负责 就是希望这叫捧杀 捧杀 但是2014要输吗 也很难 捧杀然后让他死透 因为民进党根本没人 笑死人了 民进党每天在那里偷笑 想要这个2014 我们是要有强力的候选人 你有什么候选人 其实我们候选人如果够强 中章头真的赢的机会都蛮大 台中 嗯嗯好了看情况 听说廖辽椅是要选耶 我知道啊 嗯国民党最强的消息 比较核心的消息是廖辽椅要选 但是呢胡志强市长 要把他排在监察院长 还是考试院长 现在要思考一下 对你就问马英九吧 因为明年的监察院长 考试院长任期到了 胡志强什么时候要宣布啊 他不会宣布 今年总要宣布 要看马总统 这个是核心消息 那如果廖辽椅 我知道 那胡志强如果今年还不宣布 你让人家七上八下 那地方宣布嘛 就让谣言宣布嘛 很多事情是靠谣言形成的 那我请问你 廖辽椅打林家龙 胡志强要接 要接监察院比较有意思了 他胡志强是外交官出身的 就考试院有个批用 考试院他就可以休息啊 因为官院长已经把所有改革做好了 嗯 对不对 我我认为考试院对他的 做监察院 身体来讲 因为他是公关部长嘛 哎呀 对你讲的 嗯 继续说 那我请问你啊 廖辽椅打林家龙 到底谁可以打 两个人实力会蛮接近 廖辽椅在太中很强啊 其实台中县 对啊 对没错 而且我觉得廖辽椅很可爱 因为他妈妈是日本人 这个这个 又是哈日主 那我也可以跟你讲 林家龙在日本留学过 他在逐坡的联合国大学 读过一年书 这不算 在台中可能去 其实是这样啊 那中张头张化 张化 张化其实 卓博元他们是出了一点事嘛 不出一点事啦 大事啦 国民党并没有抢手要接 可是问题是民进党也是 因为卓博元已经任期到了 对 两任 那现在压制滑水的民进党有人吗 不因为南投跟张化 民进党都赢过 对啊 所以 以前有周清玉 我知道啊 那南投以前更多啊 鹏白显啊 一大堆啊 所以啊 所以这两个地方事实上 目前的气氛对民进党是有利的 那你现在没人呢 不 那个南投 最近几天李文中要宣布参选了 不好意思 他在那 情势对他有利 他就去参选 不利他就在中央党部 他上次就选了嘛 拜托 我觉得像郑文燦在桃园上次打得不错 也不去经营就回去了 萧美琴 华联不错也不经营 然后骗人 人家李文中有在经营啊 人家地方跟我说没有 李文中有 没有 礼拜六 礼拜天有 什么礼拜六日 经营是一到日都要在那里 那他在 林嘉隆是怎么经营的 他当组织部主任怎么离开 那你们干嘛叫他当组织部主任 人才那么多 好 李确问苏贞昌吧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 那怎么今天本来预期不要讲这个题目 怎么讲到这个了 OK 好 中章头是 还有嘉义士 对 因为黄敏慧不能选 所以真的不太能接他吧 国民党目前是要推陈以珍 可是陈以珍在地方 他们家族的力量很大 这是嘉义县 可是他要到嘉义士去选 嘉义县他选不上了 他到嘉义士啊 对他要到嘉义士 形象清新 没有错 他国民党就想说 长得可爱就有票嘛 都把嘉义士的市民当做花痴 不是啦 市民希望赏心悦目 怎么这样呢 嘉义士 那你们民进党有那个李红 李俊逸跟陈以珍 谁要选我还看不出来 陈以珍已经选过啦 对 可是因为李俊逸 他现在是 李俊逸是那个大师 李红西的儿子 李俊逸还不错 嘉义士其实我们机会是 李俊逸跟陈以珍比 那实在不帅耶 你扯着干嘛 我觉得郭正亮还比他帅 选民是看实力的 是吗 不过黄敏慧真的很强啊 所以黄敏慧的时候 我们没有机会 黄敏慧卸任要怎么安排呢 因为这样一话冒出来了 不然本来还有一点点机会 当副总统 对 女的 对 不过黄敏慧 他可能 马英九应该会安排一下 那要当部长吧 不晓得 马总统不太 黄敏慧 我在立法院跟大家重叠过一任 我对他印象蛮好 蛮认真的 我们访问过他 他来接受访问的时候 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好 他非常认真 而且带了好多 他身上带着热力 而且是本土的热力 就是你跟他握过手 你会对他有感觉 他就是蛮本土 但是又蛮多会话的 这个一个 他是国民党的好牌啊 跟陈以珍又不一样啊 差远啊 差远啊 人家历练好多了 陈以珍的坏处就长得太漂亮了 陈以珍我看恐怕要靠老公 帮他做一点 咨询的工作吧 他的老公其实是蛮自信 他太嫩了啦 他要当市长 恐怕要面对市议会咨询也是很辛苦 尤其是台湾的地方 对对对 台湾地方县市首长比立法委员还难做很多倍嘛 没有错 可是他决定走这条路嘛 其实他适合当选立委啦 那当地方的县市首长对他是很辛苦的事 那高雄市现在城局一定要选的吗 我们高雄市跟台南大概没有意外啦 那桃园新北跟新北如果朱立伦确定不选啊 那就有一点点小变数 就很难说谁会 我觉得马总统不会让朱立伦不选 马总统确实希望朱立伦选 对 没有错 可是朱立伦 那你们的罗智政还蛮帅的 呃 民进党现在还不确定谁选啊 罗智政想选没错 对啊 但罗智政看起来像台北人不像新北人 可是新北市实在太大了 对好难哦 这个要有 那要长期累积的知名度 知名度要很大 罗智政其实他是比较吃亏在这里 像蔡英文是因为累积了 所以才在新北 桃园啊 蔡英文那个时候知名度已经够了 对对 所以他那么不好好的 因为我跟你讲 那个罗文家选新北市的时候 那时候我有去帮忙 嗯 罗文家甚至连有一两个乡镇还没去过 所以他输了十九万票 你就知道有多大 好 这个接下来呢 其他地方国民党也没什么机会了 屏东什么的 屏东他也到任了 也是两届了 其实观察点真的只有台中市了 只有台中市啊 那高雄杨秋新也没办法呀 那新北市就是看谁选吗 我说高雄啊 国民党对杨秋新 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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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不可能整合国民党 我这个礼拜六才去了一趟高雄啊 不因为交了高中线 没用啊 高雄线太绿了 高雄线绿那杨秋新是高雄线 那那个票是跟着绿的走 真的哦 他留不住 OK 这讲到政治大家就好高兴哦 这个关键点是台中市 对 好 这个未来我们就来发展看这几个人的动态 那接下来要谈的是啊 毒淀粉 但是我觉得毒淀粉大家已经讨论完了 我等一下请正亮谈的是智慧财产局的那个 嗯 非常白目的 嗯 啊 那个引起很大反弹哦 神经病啊 而且怎么是他管呢 关他什么事啊 应该是警政署吧 对啊 对啊 真的这个我们的那个政府官员好奇怪 大家坐在办公室里面领薪水觉得不好意思 他怎么扯到侵权呢 每天就想一大堆事 侵权也不是他侵权 所以侵权的事情好多哎 啊 对啊 嗯 我们这边也常常下载一些有的没的 不是 这个事情是一个global的问题啊 我不晓得是不是美国要跟我们谈TIFA给他压力 美国谈什么 那是去跟老共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TIFA TIFA TIFA里面的跟我们 我们也没有侵权 他他现在侵权的东西几乎都是指标是PPS啊 是风尚啊 是什么 我知道 我觉得那个制裁局他是因为开心的看大陆那个网路 那个关网路关得很高兴 然后他以后就想关网路 不像话 网友们 而且PPS跟风情他怎么管啊 对啊 他根本管不到 而且里面有很多是合法的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这一段下一段就请这个网路达人啊 这个郭正亮老师啊 一个人帮我们来 其实不止这两家 还有好几家 对啊 时间18点50分13秒 智慧财审局说这个有侵权的网站要封 这几天造成很大风暴 在网路上骂的人很多吧 正亮 他怎么可以封网站呢 没有一个人可以封人家上网的权利 他可以对个别行为做罚款啊 对啊 他脑袋有问题啊 不过因为他主要是因为风行跟PPS是境外的 那境外的 境外网站 全世界网站你都不能封啊 对没有错啦 他事实上顶多只能够做个别事件的罚款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官员是头脑这个真的是很好笑 就像你不能 当然他如果要关一家那个电视台啊什么 他依照法令规定 其实这种事情都不能做 他可能是在向美国示好吧 你就又说是那个马英九的问题了 我不认为 不一定 因为他要谈TIFA吧 那可能是 美国本来就会 上面来了一个公文给他们 对对对对 就是301条款永远 然后他就扯到这里 那就就胡乱乱话 那其实这个源头是大陆啊 请美国去跟大陆谈吧 对啊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两天他们已经收了 我要讲的是我们的网友 或是我们听众朋友 就说我们的国家机器不可以 这个把这才原收了啦 对啊对啊 其实他封这两个也没有意义了 因为大陆不断会有新的 新的人又挂一个新的名称 但是我们不允许在硬体的使用上面 在平台使用上面 我们的政府可以把我们的网站挂 那个封掉 不可能这样搞 你不可以 这个做这个这个gatekeeper 那就跟以前的那个 那个什么刘少康办公室不是差不多 就你的那个杂志不能够那个发行 然后到你公道去 把你收起来 有这么愚蠢的国民党政府官员吗 那制裁局是国民党的吧 制裁局 我就怕接下来提法的谈判 有关制裁权的谈判啊 我们会谈的一塌糊涂 那我们每次都是让的啊 到时候你连那个影印的一本书啊 都恐怕都要动辄得救 那就在网络上看就行了吗 不可能啊 有很多书啊 其实我们像很多的那个原文书 都已经有这个 这个版权的规定啦 对可是有一些新书刚出来嘛 觉得恰恰美国人其实谈版权 最大问题是在大陆 不是在台湾 对了可是大陆不理他嘛 我看过一个报道 大陆不理他 我看过一个报道 说大陆光是用那些生产性的软体工具啊 因为他没有付版权费啊 那平均一个白领 他省下来的钱啊 大概超过五千块美金 一年啊 一个人 对啊 这个也不叫一年啊 就是他 他出事使用就没有付版权费嘛 比如说office 比如说office 就平均啊 13亿人啊 对 白领 白领 我讲白领 好吧 那白领你算两亿人好了 对对对 那两亿人多少钱啊 老美看了都要得 老美当然就昏倒了嘛 可是我们现在看PBS 或是看风行 或是看什么什么 土豆啊 豆瓣啊 这个迅雷啊 乐视啊 我看的人不犯法吧 这个要找都要找源头了 你当然没有事啊 对不对 不过这个在台湾实在太普遍了 而且我跟你讲 这年轻的小孩都在看PBS 看风行啊 而且Coco我跟你讲啊 你也不要 请美国自己去查YouTube吧 对啊 YouTube总不是大陆的吧 对 那YouTube上面也有很多电影 对 那事实上我也可以看到全片 有吗 有啊 我甄嬛传就是在YouTube看的 123456这样分啊 真的啊 76集啊 76集在YouTube上 全部都有啊 我的天啊 那我们不要讲风行或PBS了 那优酷啊 对 那这个都是最基本的 所以这个 其实在网络时代哦 他的智慧财产啊 版权那个概念是要重新定义的 所以 老美不要用传统的301条款 应该说我们的制裁局了 我们的制裁局太不进入状况了 我们智慧财产局就是 国民党的训练出来的 这个老脑袋 就像13项这个 刺激消费方案一样 是国民党基层官员给的 他怎么不敢去惹YouTube啊 智慧财产局没想到吗 因为他 人家都跟他讲那个大陆的那个 我想是老美也给了他们一些压力了 老美一定列出来一些压力 我跟你讲 那个YouTube上面有全世界的电影 嗯 对 老美 那要注意一下 当然现在可能 当然这个智慧财产局现在已经 已经那个吓坏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网友们继续批判智慧财产局 谁要是把我这个取得资讯的管道 要用强力的官方的权力把我封掉 他就是我们的敌人 不敢了 对不对 不敢了 我要举例就是董小姐的便当文 虽然要罚钱 但是董小姐自己可以上网 他的脸书可以自由的发布 当然 OK好 谢谢 谢谢郭正亮教授 下礼拜三再见咯 OK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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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